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贾西带来一局精彩的小块地 这个小块地经济全部靠邮警 开一局是1万块钱 旁边这个邻居不知道什么情况直接拔线了 这样子正好对吧你看这个邮警还是个白色的 但是这个邮警注意看被下面这个紫色的也盯上了 这个邮警的肯定是我的我们放一个地堡对方的也放那个地堡 我们先把那个工程师暂停再来个地堡 对方来造了狗加上动员兵但是没关系我们也放狗看到没有我们这个狗的为了狗粮 好再扑过去继续咬那个动员兵然后造一个工程师把这个邮警一占 现在那个邮警的紫色在想抢了肯定是抢不到 我们造一个矿场然后拉着牛车过来 这个紫色他那个发展已经慢了 然后再来一个地堡 你看这个紫色 他从这里想造工程师因为他刚刚造了两个兵营卖掉一个之后 他没有舍得在家里面再造一个他现在造了一个 这样子他家里面那个邮警好像我们抢不到了但是你看这个紫色 他没有把自己家里面那个邮警双击两下点成主要 结果呢又出在前面 现在紫色估计是卡钱了 他卖掉地包造了个工程师现在才占邮警 我估计他手上呢应该是没什么钱了你看他把兵营都卖了 然后我们呢准备带一个工程师对吧 看看能不能混水摸鱼呢把他家里面那个邮警给他占了 我们直接履带车下车然后把这个邮警 一摸你看这个紫色 手速稍微慢了那么一丢丢 这样子开局呢我们就比较顺利 目前呢三个邮警 这回外面总共呢还有五家 我们三个邮警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必须对吧一打五 中间有个粉色这个粉色没什么坦克 我们先把这个牛车给他整掉 目前其实呢我们这个坦克也不多啊只有三个 毕竟前面造了很多地堡 然后左边呢有两个苏军 这两个苏军呢就非常有意思啊 都在家里面造围墙然后呢造了那个充电堡 下面呢就是两个盟军 这一局还是比较有趣的 因为这两个盟军呢 好像呢都是美国 你看 接下来我们要打这外面四家是不是 还得下一番功夫 因为这个闪兵呢 我这局好像不是伊拉克 所以用坦克应充呢肯定是不行 然后打这个苏军的话 这个充电堡呢拿坦克应充肯定的也不行 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慢慢的涨钱 然后呢造这个高科技 这个粉色的话已经是卡钱 把基地卖掉了 我们不着急 打这个粉色呢你看 我们打一下坦克受伤之后呢就拉过去修一修 这个粉色其实呢已经不足为据了 下面有一个淡淡的绿色 这个绿色呢他是造了土飞机 你看这个绿色放了一波闪避 这个土飞机在这里飞来飞去 我们准备了两个铝带车 所以说呢他想炸我呢他是占不到便宜 蠢蠢欲动就是想炸我 我们坦克继续往后一退 这个粉色呢还是有点操作 他这两个坦克一直在这里换来换去 停在这个地板后排 没关系 我们先打掉动员兵 因为他呢没有维修厂 所以说呢 他这个坦克根本的不敢出来 目前我们三个 再把这个坦克修一修 然后这个油镜呢我们就 造围墙 防止那个蛋蛋色小屏过来 这个粉色有三个坦克 好他点我牛你看我们点他坦克 瞬间来了个三星 这样子这个粉色他肯定就没了 我们尽量打这个粉色 看没有一个坦克都没丢 好粉色直接自爆 把这个粉色带走之后目前呢外面就剩下四家了 这四家大家看非常的有趣 都在家里面造围墙 这个苏军呢也造围墙 盟军造围墙呢可以用光灵棒 这个苏军呢全部造围墙 都是主打一个就是围术 面对这个围术发育的 我们就情不自禁造了个雷达 然后呢 造一个作战实验室 只要造无役战机 或者造基罗夫 他们就不好顶了 造坦克冲呢不好冲 这个单单是好多冰加上两根光灵棒 你看这个绿色 冰更多 也是两根光灵棒 这个土飞机呢没有用 一般对付这个土飞机的话 对方造一个 我们造两个铝带车就够了 他是造两个土飞机 我们就造个三四个 这四个家伙来主打一个 反正就是 窝在家里面不出来 关键是呢我有三个邮警 然后这个时候红色呢他就开始带头 这里喊口号了 先打小黄啊来嘛你倒是过来打我呀 这个红色怎么打我 他们只能造那个炸弹船 他倒是造了船长 造炸弹船的话呢我们只需要造围墙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蛋蛋是在这里甩了一个船长 他想造驱逐舰打我这个邮警 对付这个船长的话呢我们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呢造那个充电宝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造一个船长 充电宝呢有点浪费钱啊 造船长呢还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待会呢我们可以造那个无夷战舰 炸那个蛋蛋色的邮警这样子这个蛋蛋色对吧他就没了 他这个驱逐舰呢在这里晃来晃去 我们直接造一个这个潜水艇整掉驱逐舰就可以了 这个绿色呢造土飞机 这个喊口后的红色又开始在说话了他说 我炸小黄 他油天多他说我油天多 这个红色呢他想炸我 他拿什么炸呢想造那个炸弹船 关键是他那个炸弹船离我这么远对不对 我只需要造围墙把邮警围住 想法是好的但是对吧没什么用 现在我们就准备造这个无夷战舰 但是呢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如果造一个无夷战舰呢感觉有点浪费因为只能炸这个蛋蛋色 这个地图的好像是那个小块地山 本身在中间那个水里面造个船长是最好的 其他几家应该呢都是可以炸的到 我们先把这个邮警边上来造点围墙因为这个蛋蛋上有很多小兵 然后家里面的邮警呢我们也造围墙 这个红色在这里整这个大蛋船 他刚刚好像把自己的小兵呢直接给炸没了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基罗夫了 这个基罗夫的目的呢一方面呢是找机会去炸 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他们把钱全部花了 我们这个基罗夫一出来对方呢这四家必须造防火 好慢慢悠悠来到中落 主打一个呢就是虚缓一枪 橙色家里面已经有一个棍子 哎呀这家伙呢来了个飞行兵 我们拿一个铝带车 结果就要给他崩掉 这一局呢是造不了铁幕装置 不然造铁幕装置的应该更加轻松一点 我们先过去炸那个红色 注意看这个橙色 他那个充电宝为什么在打地呢 好像刚刚红色那个炸弹船呢 他想呢去存那个橙色家里面到我家 结果呢被那个充电宝整掉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红色他说给你 他感觉自己呢守不住了他应该是没钱了哈 所以呢他想把基地送给这个橙色 这个红色这个小红还是可以哈 比较有趣啊 他自己家里面已经没了哈 我们用基罗夫先把这个电厂整掉 这些红色充电宝呢我们可以用后面的这个坦克打怪升级哈 这个红色的基地好像被那个橙色的大头看到没有整掉了 直接拿那个三星大头 这个三星大头呢还是比较厉害 我们先把红色带走 然后基罗夫准备往下 把这个绿色的油井整掉 但是绿色呢他在这里又造了一个爱国者 那就算了对吧 我们这个基罗夫的目的呢就是这样子 主打一个呢就是让他们把钱花完 这个绿色家里面 小兵比较多啊他刚刚是把那个光临棒卖掉了 我们不着急对吧直接 再造一个船长 用这个无畏战舰炸这个弹那是给绿色就行的 但是这个船长呢你看这个位置 放在右边呢确实有点浪费 放在这里呢你看又打不到下面这两架 打那个橙色的话呢 他有海螺加上苏军的防空 其实这个无畏战舰也不太好炸他 我们试着呢放一下放在这里 但是放这个位置的话呢有个问题 他这两个光临棒呢打得到 本身我是想呢造一个无畏战舰打这两家看来不行的对吧 打这两家呢还得一家一家来哈 这个船长呢来不及了只能选择卖掉 我们再炸一个船长 然后基罗夫呢也是准备过去炸这个蛋蛋舌 这个蛋蛋舌家里面呢有两个爱国者 他接下来呢要把钱全部花来造这个爱国者 好我们放一个船长然后直接造一个无畏战舰 然后这个时候绿色呢有两个土飞机 他这两个土飞机呢老是想过来炸 但是我们有四个防空车对吧 他炸的肯定是炸不到 我们接下来就等这个无畏战舰 绿色哪里不闪兵你看这个闪兵 还没到我家就被那个蛋蛋舌的爱国者整掉 他那个土飞机呢 绕到上面想炸我 结果城市家里面又有防空 因为他中间呢没办法过来 现在我们无畏战舰直接炸的话 哎呦 主要个蛋蛋舌呢又造了一个爱国者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这里呢有一个一星基罗夫 可以利用这个一星基罗夫扛子弹 然后无畏战舰炸就行了 而我这个基罗夫的话 血量对吧比较低 你看 子弹扛一扛 无畏战舰一炸 这个蛋蛋舌呢 没了 尤其没的话 光靠机场呢没有用 因为我们这里有围墙他根本的过不来 这个无畏战舰好像呢还不太好炸 我们把它拉到上面去 等这个基罗夫呢回点血之后呢继续拿他扛子弹 绿色又来了两个土飞机直接拦截 所以说呢造土飞机 炸我们这个铝带车没有用 你看这个绿色直接受不了自爆了 最后呢就剩下这两架 这个蛋呢是红颈精神呢还是比较顽强 小兵出来呢想过来整我但是没有用啊我们这里有三星犀牛 这个三星打小兵一枪一个 而且我们这个无畏战舰还可以强制攻击中间那个路口啊 好坦克先往后面退一退就等对方过来然后无畏战舰轰炸 先把这个坦克拿到后面去 这个蛋蛋舌的小兵呢已经是非常少了注意看啊 他那个小兵是不是在走路啊 他这个小兵在走路的时候呢不会开枪我们吃6一样 这样子蛋蛋在宿舍他就没了 然后呢我们准备再造船场 这个城市家里面有两个充电宝 其实打这个城市的话我们可以多造一些动员兵 用这个动员兵扛伤害然后坦克在后面的话呢他也不好挺 不过呢他这里有个三星大头算了 我们还是造无畏战舰 这样呢稍微温柔一点 这个城市家里面有两个防空棍 加上海螺你看这家伙还补了个电厂 估计想在家里面再造一个防空棍 我不行啊对吧但是没有用啊 我们可以慢慢悠悠的从那个 最左边绕过去啊 而且我这个无畏战舰一炸的话 他家里面这些防空呢又得继续造 这个无畏战舰炸的好像还炸不到 这个苏军的防空棍呢 比较克无畏战舰 这个没关系啊 本身我想多造点大一哥 你看我手上钱是比较多啊 造这个动物兵呢 他这里有狗加上有围墙 算了我们还是选择呢再造一个船长 不过呢他那个水坑里面有两个海螺 我们先造一个章鱼 整掉这两个海螺之后 无畏战舰直接看面哦 在他那个后花园啊炸他那个油井就可以了 好我们的章鱼直接过去绑掉他 然后顺手呢就点了一个无畏战舰 这个小城呢红极精神还是比较顽强 我们再把基地稍微的拖动一下 往这个位置呢待会可以造地堡 用这个地堡呢打他家里面那个电厂 你看无畏战舰一说我们直接把这个油井一整 这样子橙色呢他就没了对吧你看 炸掉油井再炸掉电厂 然后打到这里呢这个橙色直接领盒放下线了 好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了 呀 我就把这个油井一整理了 这是怎么回事都没有成立以来 我先来了